蛮健康的 對 剛剛說到這個肌肉啊 或者是蛋腦 其實我覺得有很多訣竅 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下廚料理 但我發現我蛋腦常常會不小心破手 或者是呢 我在煎肉的時候會常常不小心破手 其實毋常是一件蠻不容易的事情 就是他要掌握住他的火候 火候真的是最重要 因為有時候太過了 這個蛋就 你是只要把它變成炒蛋了 那或者是說 就是你沒有蓋好的話破掉了 那又失敗 其實真的沒那麼簡單 那我們這一次呢 煎牛排 煎牛排的那個熟度掌握 有非常非常精準的掌握 你們三分熟啊 五分熟啊 七分熟啊 那個時間點喔 那個下鍋的時間 油量都要非常精準的控制 那其實我們呢 只要有好的廚具 就可以讓我們在藥物上面示範做備 對 對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了嗎 是的 好 那 大概你的科技要開始了 好 那我們讓達哥先在海邊 調一下麥克風 因為我們今天 麥克風 有引進你的小狀況 好 那當時我們今天也歡迎大家喔 對我們以上所有的這些廚具喔 有相關的疑問 都可以直接來到我們右邊的 德國雙人的這個衛衛來進行廚位 那是今天呢 只要有落入任何的工具 或者是我們的廚具 都有機會跟我們的單身達哥來進行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